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四个多月 港府和港警的执法引发争议和疑虑 另外还有108起轻声案件 周五港人自发举办各种活动 声援遭受港警性暴力的中大女生 以及15岁少女服尸案 星期五中午 港人在遮打花园集结 谴责港警对女性抗争者使用性暴力 他们选择随机路线向中环方向前进 沿途喊着口号 日前香港一位中大女生 控诉警方捉捕她后 以性暴力对待 引发舆论谴责 香港网友自发性发起集会声援 由中大学生直言 新屋领扣留中心 将港人的恐惧具体化为一个地方 人民是不应该会对于普通警察 或者对于这个司法制度是有所恐惧 新屋领是将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警权 和对于整个司法制度的恐惧去具现化 变成一个地方 从六月港人发起大规模反送中抗争 至今港府不断对港人各种恐吓 血腥镇压 一再漠视民意 有绝望的港人留下遗嘱亲身 同时也发生不少离奇死亡案件 引发市民疑虑 一位擅长游泳的15岁女抗争者陈彦霖 在九月下旬失踪 后来在游堂一带海面被发现捞起时 已经是全裸遗体 这个案件备受争议 港人纷纷质疑少女是被轻身 对于这个案件 港警声称要顾及少女隐私 不会讲太多 这个病人在19 September 19 我们看到她在平均 走向上海岸 我们不可能确定的原因 但根据到这些图案 图案图案 我们不可能确定 我可以确定 她没有被决定 在任何情况 相关于新闻 但关注这个案件的香港市民 上午在陈同学就读的枝砖设计学院 发起悼念活动 并要求学校交出监视器画面 还原真相 新坦亚特电视 石志成胡宗汉黄晏 台湾香港综合报导